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Mini Metro 上一次看自己的影片 都好像有點吵了 所以可能把它改變小一點 那我們立刻開始這個遊戲 上一次就玩了香港 因為始終香港是大家最熟悉的 但今次又打算玩其他的 我就打算搞一下大阪這個 就是這個日本的鐵路系統 看看可不可以破自己的記錄 雖然剛剛太快了 忘記了看自己的記錄是什麼 好 立刻開始 首先就紅色線 如果你說是香港的話 紅色線當然是代表這個全環線 但來到大阪的話就真的不太熟 那大阪的地圖呢 有些什麼是挑戰性呢 就是大家看到左手邊 這裡有很多小小的河流村 就是如果你的時候呢 你要穿過這裡 或者需要用隧道的 但是呢 你只有四個隧道而已 所以怎樣分配這些線路呢 都是一個學問來的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加快快速度了 趁現在呢 還沒有很多線路的時候呢 跟大家簡介一下 或者討論一下 關於日本的鐵路 為什麼呢 它就不是東京地圖 而是選了大阪呢 我兩個地方都去過旅行的 其實我覺得相比之下呢 這個地鐵系統的話呢 大阪呢 是比東京更加百花齊放的 我印象中呢 我的記憶裡面呢 大阪就有除了JR之外 大家熟悉的JR之外 還有地下鐵路 還有 咦 現在有新鋼線了 給我選擇 嗯 但是我想我選擇 火車頭會好些 一開頭就未必有需要新鋼線 還有要多些路線 那就是有這個地下鐵路 JR 還有呢 有很多的C型鐵路 例如是這個近鐵 因為當時我住的酒店呢 就真的比較近這個 是一個的 我是住的河內小板那個位的 所以呢 就是比較乘搭近鐵法人多些的 如果去旅行呢 乘搭近鐵的話 通常就是 去這個的名古屋啊 內糧啊之類的方向的啦 那近鐵的車廂呢 就幾特別的 我可能都在這裡呢 展示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的 會 就是呢 近鐵的車廂呢 是非常之復古的 有一種復古的風格 那好吧 剛剛這裡呢 就做了一個環狀線出來啦 那你說環狀線這個 term呢 其實在日本都幾常見的 真的 例如是 如果在東京那邊的話呢 有一個環狀線叫什麼名呢 突然間都忘記了那個名字了 太久沒有去過了 但我很記得呢 日本是很流行這件東西的 即使我記得大阪都好像有的 哎呀呀 竟然這麼快 有一個站就來爆了 咦 還這麼快已經輸完了 不過已經 然後第三周呢 又可以選擇機車的生鋼線啦 其實我真的沒有試過 玩大阪的小條選擇生鋼線 或者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因為之前都沒有試過 那轉乘站呢 就是增加那個車站的 嗯 可以承受壓力啦 不過呢 我暫時都可以選擇車廂先 可能 看來新鋼線的用處呢 就是特別快的 你看到 相比起其他一些普通的車廂呢 新鋼線動得特別快的 那另外日本有一個 幾特別的system的系統呢 就是這個 那些什麼 什麼區間 准急啊 急行啊 就未必是個個站呢 都暫停的 那些站是 所以呢 去日本旅行的時候呢 經常都要注意一下 咦 行不行的 是這班車可不可以去到目的地啊 可能呢 他會直接來跳過目的地啊 就要考慮這個問題啦 那似乎呢 跟香港一樣呢 莫名其妙的呢 都是只有一個正方形的 香港那時候呢 那個正方形是尖沙咀啦 不過因為這裡有大把的關係呢 我都不太清楚這個正方形是什麼位了 如果要推測的話 我猜可能是深渣橋那個位呢 始終都是一個比較旺的區 但是我就不敢肯定這個正方形 到底是不是深渣橋啦 可能之後都可以上網看一些補充資料的 那我和大家討論一下呢 這個的 嗯 八達通啦 那都是說啦 在香港就叫八達通而已 但是呢 在外國呢 每個地方都不同名的嘛 日本呢 都有幾種不同的卡的 其實 那麼在東京那時候呢 都通常用那個呢 嗯 ZUKA 好像叫做 綠色呢 就叫我那個呢 好像叫西瓜卡 我都不太記得是不是 但是這叫ZUKA S字頭的 但是呢 在Mini Metro那裡呢 他呢 就不是用這張卡的 反而他好像用呢 I字頭那個呢 應該是讀這個的 EKUKA 好像是 我記得當時呢 去兩次日本 我都是用ZUKA卡比較多的 其實 另外呢 其實除了兩種之外呢 甚至有第三種 日本在這一方面呢 都是 比較白花齊放的 有時候不只是這個地鐵 很多東西都是呢 在日本呢 在亞洲區來說呢 很多東西都是算是開創先鶴的 所以當地那些的鐵路系統呢 無論是地面啊 地鐵那些呢 都是 相對複雜少少的 可能是會 那看來呢 這個生鋼線呢 原來都非常好用的 它呢 因為動得比較快呢 所以都更加快速的舒緩 會有一個站的壓力 那呢 如果是兩個機車和生鋼線 選擇呢 其實選生鋼線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 雖然說就是這裡很多河流呢 但是似乎在這裡呢 出一些新鋼線的機會都不太大 那我還有兩個隧道的話呢 就似乎是可以選車廂先的 而不用選這個隧道先的吉住 那呢 都發展到過566了 那我呢 如果是最基礎的成就 是500就可以達成的了 那呢 就看看今天我們可以挑戰 可以去到多少了 日本呢 都是一個算是比較容易玩的地圖來的 不過正方言這個站呢 似乎都很危險 現在 啊 好像就來爆這樣啊 希望它頂得住了 到底這個生鋼線 可不可以救它一命呢 咦 剛剛好救一次了 那我來到第六州呢 就選一下這個 生鋼線 都非常有用的 還有這個車廂 那呢 現在都很多站的壓力非常之大了 已經是 可能需要更加多的生鋼線來幫助 那另外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日本的車廂呢 和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 那呢 如果在冬天去旅行都知道 日本呢 通常是或者甚至是韓國那些都是的 他們可能會安排了暖氣 甚至呢 有一些車呢 例如是近鐵那些的車廂呢 不知道是暖氣的 那些梳化呢 甚至是會發熱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幾特別的 但是呢 遊客呢 可能有一件事是非常之不習慣的 就是呢 好熱啊 那個溫差實在是 實在是很難適應他們的溫差的 有時候我覺得 因為呢 在外面是很冷的 但是進去的那個車廂裡面 就熱得很緊要的 但是呢 日本人呢 或者是韓國人都很神奇的 他們不用脫掉的外套 他們可以頂得住的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一方面呢 都好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 到底他們怎樣承受這個呢 是車廂和車廂外面的溫差的 到底是 很多站都快爆了 到底可不可以過一千呢 都有些蚊 現在 希望可以牙牙過一千了 都差不多到一千了 加油啊 現在是964啊 雖然大阪說都容易玩呢 但是呢 都有一些指定成就呢 都不容易的 我看一下大阪的成就是什麼呢 咦 原來剛剛過一千了 好 讓我看看成就是什麼 先 好 那我剛剛已經看過成就了 大阪的成就呢 就是頂到去第十週那裡 那我現在剛剛看好像是第六週 要去第十週都不容易的 其實真的要頂得很久了 不過差不多到禮拜日了 很快就會有新的措施了 希望呢 就可以舒緩一下了 好 等它暫停一下呢 來 放一條新的路線 看可不可以最有效的這樣呢 舒緩一下那些很大壓力的車站了 好 那我就加了一條 陽紅色 桃紅色的線路了 來舒緩一些呢 特別的車站的 現在呢 就開始越來越錯綜複雜了 看看它呢 都幾像日本的地圖的 真的 甚至有時候 日本那些什麼複雜的地方呢 可能會出現兩三條紅色線 在同一個地鐵那裡 我記得不知道哪個地區呢 是一條紅色線 另一條紅色線呢 是中間有些白鑑的樣子 所以都很容易搞錯的 不過呢 只要細心看清楚的話呢 都不怕坐坐車呢 去了一些很遠的地方的 但如果真的去了很遠的地方 就麻煩了 因為呢 近鐵那些車站呢 你可以由那些大把那邊 搭到去名古屋啊 那些呢 可以搞到很遠的 可以是真的 就不跟香港的遠距有個抱 好了 又過了個禮拜了 剛剛拿個新的生鋼線了 但是呢 都現在越來越都爆炸了 危機了 到底可不可以再頂多兩個禮拜呢 我 好緊張啊 咦 藍色那個好危險啊 過生過世可不可以救得到他啊 哎呀 救不到他啦 藍色那個 那呢 就運了這個1535個人 在五十一天 都去不到這個十個星期 解數不到那個特別難的成就啦 那呢 我們呢 就再玩一下啦 之後呢 玩一下其他不同的地圖啦 就發發選單那裡先 那如果大家呢 有些什麼特別想看的地圖呢 都可以告訴我 我都可能會在拍攝之前呢 搜尋一下我 有關當地那些地鐵的資料呢 然後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麼多地圖片呢 大家最想看哪一個地方呢 啊 有些地方呢 真的很懶悶的 例如開羅那樣啦 甚至你不要說地鐵啦 連開羅呢 我想都很少人會去這個地方旅行的 但其實呢 我也很想去一去開羅去旅行的 去到開羅的話 可能有些人會順便遊覽整個埃及啊 或者去旁邊的那些 以斯列啊那些呢 所以呢 有時候很多地方呢 都很值得去旅行的 好啦 那我們呢 下一集的Mini Metro再見啦 因為我見這個系列呢 都比較受歡迎的 那我們下一集呢 想看什麼地圖呢 就留言跟我說啦 好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系列的可能會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